大家好,我是LA小皮特 现在这个世界就已经是晚上的4点15分了 我在这里吃晚饭 在吃之前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政治庇护的一些事情 很多人就来美国不只是第一次 有些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那么要是你事情政治庇护 那这个有一点就是提醒大家 那就是说到要是在面谈的时候 可能移民官会问你 那你为什么第一次来美国 为什么要回去 那你不是受迫害吗 怎么能够来去自由 这一点大家就要认真的去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他真的是有一种疑惑 很多就是你要是当政治庇护 这些转换身份的一些事情的话 他会问你这些一定会问的 因为很多人被迫害的话 来美国就是充满了逃出来的 逃出来之后就不会再回去 那因为你不可能再回去 所以他会问你 你为什么第二次来才想到去办这个政治庇护 而不是第一次来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虽然这个是随意性的一些问话 但是这个东西你心里要有一定的要准备 怎样才能够去向移民官去解释这个问题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就告诉大家 要是你是第二次第三次来的话 你办这个政治庇护的话 确实要花点时间来考虑回答这个问题的 另外呢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政治庇护办了之后呢 就180天之后呢就有公卡 那你拿到了公卡之后呢 你再去自己帮你那个叫做社安号 但是现在呢 就比以前好很多了 就是一次性过 就是说公卡跟社安号同时会寄给你 就是当年是申请证据庇护的时候 那按照180天的工作日 就是8年时间 那这个时间呢 那申请公卡的时候 他是会同时给你的 而且呢 以前呢就是一年一换 那公卡是续期是一年一换 以前是380块钱 那现在呢就是410 那就是两年 但是呢你第一次的公卡的费用是免费的 那第二次续期的时候才是400亿十块钱 那意思是说 当你帮了那个申请庇护第一次 那180天之后呢 拿了公卡之后呢 这个公卡第一次 这个410块钱是免费的 那两年之后 你再帮那个 那个公卡的续签的时候呢 就要交费了 这个 要是大家好运气的话呢 来到这个帮那个申请庇护呢 面堂的时候呢 那第一次通过之后呢 他只会马上呢 就可以 你就可以申请家人来美国 一年内都可以提出申请 就过了时间 可能过了 好像过了一两年后 就不能够那么容易办理 所以呢 当你通过了面堂之后呢 那就好 做手准备申请家人移民过来 那你面堂之后 面堂之后呢 那他你通过之后呢 一年后 茶油 你就可以申请那个 绿卡啊 好 今天呢 我就分享这么多了 OK 谢谢给大家的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